勇气比较被咬动 有时候我们怕失去朋友 我是输了以后不能应酬 我是失去官位 我是输了以后都不能跟大官应酬 然后这个地位一定会动摇的等等 很多事情阻挡我们修行的决心 所以我也了解大家修行不简单 我越出去弘法越知道 修行的人是非常非常难得 真正的真正的想找到自己本来面目 真正的放下这个世界的人很小 很小 所以自古以来修行的人是非常宝贝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连国王、大官、长者都很敬备 释迦牟尼佛徒弟 徒弟而已不是师父的 出去看释迦牟尼佛的出家人 或是大修行的人都拜下去 拜在路上衣服都脏掉 国王也磕头 所以有一次一位国王常常去拜那些出家人 一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徒弟都拜下去 不过这个就是我们讲是出家人而已 在家人也有很多人修行等级很高 我们不能看不起他们 就是这个历史 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个国王专门拜那个出家人而已 因为出家人是不管怎么样 看起来是比在家人高等啊 他放下一些嘛 很难当出家人了 师父的徒弟有在家人、出家人 不过我跟你讲 我还是偏上出家人了 是他们精神不一样 我可以教他们任何东西 在家人有时候我教不了 第一他们就来来去去啊 不是常常在身边 我没有时间考验 没有机会可以多 甚深教他们一些 考验他们一些找落 说挖他们一些 很维系的我持出来 他们这个放下精神不大一样 不是他们不想放下 就是景光、教程不一样 懂吗 你想放下就是这边绑那边绑那边绑 然后就习惯了 就一起绑下去这样子 那出家人他们已经决心了 懂不懂 只有道而已 只有师父 只有佛、法、圣 没有别的 所以这个决心呢 让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 让我们能够接受很多考验 让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最大的能力 是比较方便而已 OK 不过 别鼓掌啊 是讲他们不是讲你们啊 好 这位国王啊 以前啊 就我们去拜住家人了 看到住家人都拜下去 有一位大臣啊 他不信佛啊 那个时候 他不信那个再师佛 他说 你是一位国王啊 是国家的那个 什么 元 元首 他们不管怎么样 还是你的呢 什么 公民啊 在你的手上 你的手下 而且他们是像乞丐一样 穿衣服破破烂烂 每天就脱破而已 你有什么 他们有什么了不起 你每天都把你的宝贝的头都磕下去 头都脏脏的 衣服都 都被未成 那个盖住啦 他就忍不住啊 他就这样这么说 然后就国王问他 我的头 很有价值吗 国王那个大臣说 当然啦 当然啦 还有什么 什么比你的头有价值呢 好 国王说OK 回家啦 回皇宫的时候 他叫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大臣啊 拿一些头出去卖 叫部下啦 叫大臣啦 叫部下出去卖 一个是猪头 一个是鸭头 一个是牛头 一个是 就是鱼头啦 鱼头 鱼啊 fish 鱼头 然后一个是人头 通通都出去卖 在大市场的时候 什么头都卖光了 那个人头卖不出去 带回来皇宫 报告国王 人头卖不出去 这个鱼头多少 猪头多少 牛头多少多少 都还请给他 那石头 人头没法卖 从早上到晚上卖不出去 已经现在臭死了 没办法 国王说 诶 问那个大臣 那个人头为什么卖不出去啊 那大臣说 哎呀 因为人头没有价值嘛 那国王说 那为什么别的头有价值呢 那个别的 那个大臣说 因为鱼头可以做煮汤啊 猪头也可以煮刺啊 牛头也可以拔出来 弄 梳子 弄很多东西啊 那个牛头也可以 可以吃啊 有一些 它的皮也可以用啊 等等 不过那个人头没有用啊 除了丢掉 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然后国王说 每个人头都是这样 这么不用啊 大臣说 试试啊 他讲太快了 然后国王说 那我这个头也是人的头 也是一样吗 他大臣不敢讲话 就北国王闭起来 北国王闭起来 闭完了 他就说 是是也 最后他没办法 就说 是也没有价值的 那个国王说 那你就是建成啊 因为你阻挡我 做功德 你阻挡我把那个没有用的头啊 那个拜那些 有高雅的理想的人啊 德高望重的人啊 功德无良的人啊 那你就是建成的啦 我要你的头可以不可以啊 然后那个时候 哎呀拜拜拜拜 老命老命老命 他说 那个国王身边呢 上他的上课一下 说你看 这位 这些住家人啊 衣服破烂的 昇华 没有一个地方 可住的 不过是他们自己选择 这种昇华 看他们外表世界 没有什么财产啊 不过你不知道 他们那边的 无良无便的 高等的功德 所以你才敢阻挡我 如果你知道 他们那边的力量怎么样 你自己啊 早就败上去了 所以从那天 大臣了解啦 起客开悟啦 就不敢再阻挡国王 所以 连一位国王啊 要修道 也有人在房边干 阻挡 何况我们 普通的 无助的人 有 千万啊 千万啊那种 绑住的地方 连朋友也有话讲 连我们的小孩也会阻挡我们 有的妈妈跟我说 我小孩不纯我吃蔬 我小孩 哎呀呀 一养他很大 然后他就叫你怎么吃 你就吃这样子 然后这样也就偏偏 听他们 趴他们趴死了 所以我现在很很喜欢啊 不过我小孩都不纯我吃蔬 哎呀 听着世界好颠倒的事 不过有的 有有有这种 你们有没有 不一定有啊 OK 别讲啊 讲会丢脸啦 我们是父母怎么会受小孩控制呢 是不是颠倒的啊 有种先生啊 怎么受厚生控制呢 来 叫先生 因为太太叫他的丈夫是先生嘛 是不是 表示说很重重他 他比我大 他比我有智慧 先生意思说 你比我 那个什么 了解东西的 你生出来比我早嘛 意思是这样子 先生嘛 所以你比我好啊 你比我怎么都伟大 怎么都了解 不过 这是好听的名字而已啊 有名没有利啊 先生怎么会受到太太控制呢 就受厚生控制嘛 那这样子 怎么说得出来呢 比方说这样子 所以我看这个世界非常颠倒了 任何名誉都虚幻而已 最好这些太太不要叫他先生 先生啊 叫他什么都可以啦 小孩子或是小弟弟 都可以 不能叫他先生啊 听懂吗 比方说一位总统 我们叫他总统 又不让他当总统的事情 又不让他有总统的权利 那叫什么总统呢 是不是 你叫你们先生之先生的话 他要给他一种尊重的地位 他又决定怎么样 就怎么样 当然你也不应该跟着他师输 不过你给他一个权利选择了 那个自有信仰就是国家法律有血嘛 是不是 他没有要求什么过分的 你怎么当一个太太 然后就把国家的法律改掉呢 这是 就是当不好太太 又不好的公民 不尊重国家的法律 如果你们住在共产的国家 那个没有信仰或是什么的国家 那我可以说 你们为了那国家的法律 就不传心 信仰别的宗教 可以说 我们自由的国家 做这个样子好难看 让人家不尊重我们的那个度量 是吧 人家认为我们度量不够 所以你们控制 控制你们的那个 什么先生或是太太 就是看不起自己的 让自己那个什么 价值减小的 就不好不好 那习惯要改 不是为了要跟着师父修行 我就讲道理给你们听而已 你们是素食肉无所谓 因为是你们自己的生活 你们要解脱不解脱 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自己本人已经解脱了 我无所要求 好 所以师父也知道 很多穷穷的困难 阻挡一个人 要找他自己万能的力量 所以我不是要求你们 每个人都来修观念法门 而我要提醒大家 要告诉你们一个秘方 可以把我们升华 提高一点 让升华比较舒服一点 每天让半个小时打坐 修观方便法也好 修方便法我已经教过了 你们知道吗 知道不知道 知道了就别再讲 谁没有举手给我看 这么多人不知道怎么打坐 哎呀 好烂 要不要睡啊 要 很简单 你们早上早一点起来 睡薄了就起来了 不过也不要耐床 可以弄一个闹钟 早一半的小时起来 要刷牙洗脸快快 运动一下 然后坐一坐 坐椅子像国王一样 那个样子也可以 坐这样也可以 那个手放轻松放这样也可以 没关系 不用在那里弄这个手印什么 等一下算死了 这个手印是从哪里得来呢 以前有一个和尚啊 他那个专门抓羊的啦 他做两秒饭他就抓抓 有时候不抓自己又抓隔壁的 所以他的师父才叫他 打桌的时候应该这样这么做 听到吗 放下来就不能成佛的 空和他这个样子 看到吗 坐羊的人要看清楚一点 所以 从那天那个冲派传出去很多 传说这样 如果手动了 那个不做手印就不能成佛而已 OK 很多手印啊 很多穷类 看看你习惯 坐羊在哪里 你的老师就 叫你不同的 那个手印 OK 好 所以你们手放轻松这样 好了 如果有什么坏的习惯啊 比方说手习惯放这样也可以 没关系 心要集中就好了 我们修心不是修身体 用身体不能成佛啊 所以我们识了以后身体有用吗 没用 只有心才有用 我们做什么事都用心的 这个心了解了以后也传到我们身体来 身体就是我们用人而已 那我们是修心啊 你们就静静一点 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 那集中上帝 加持你们 让你们修行成功 让你们智慧 打开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 或是别的教徒的话 那集中你们的教主啊 最高的教主 加持你们 最好就是只有上帝就够了嘛 上帝就是万物之母啊 没有上帝就有什么佛呢 你认为佛从哪里来的啦 或是什么道师 或是什么老子 孔子 壮子 他们从哪里来的啊 还是有一个最高的力量 那个我们教他是上帝 佛心 佛祖 道都可以的 求这个最高的能力啊 加持我们就够了 不过万一你们没有相信我 OK 你们要求什么人 你们认为最高也好 求那个人帮忙 如果没有任何信仰呢 就求自己 求人不如求起 OK 求自己那个最高的能力 跑出来加持我们 然后你们的眼睛闭起来 像睡觉一样 不想什么 不要求什么名利啊东西啊 只要求开智慧 要求开爱心和智慧 然后从这边啊 我们那个第三眼啊 都看到前面来 前面像有一个荧幕一样 看在中央那里 在中心那个荧幕那里 静静这样子 这样子看 没有什么就不看 有什么就看什么 不怕也不高兴 自然那个我们那个 里面的那个精神啊 里面的神灵会调整 让我们愉快一点 让你们静静一点 有时候感觉到飘飘 有时候会看到光 OK 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念佛 或是念你们自己所相信的教授 或是念自己的 自己最高的能力 如果念那些都不成的话 可以叫那个青海法师来帮忙 有问题的 得叫啦 不是叫你们叫我干嘛 如果真正的 什么都没有笑 恐吓啊 有什么问题啊 就可以叫师父来帮忙而已 如果不叫没关系 没有事就不用 OK 就是这样子每天打桌 早上半个小时 晚上半个小时 又要尽量做好人 孝顺的儿子 忠诚的先生太太 好的那个工人 在工厂里面不偷不强 不 不找来玩去 不是 不玩来玩去 不玩来玩去 不骗老板 不骗 我们的政府 税金要叫清楚 意思说 当一个好的公民 懂吗 好的家庭的人 好的小孩 好的公民 好的学生 好的老师 任何的我们的那个地位 要尽量负责好 不受贿赂 不 应该要 敬敬连连的一个人 责任要负清楚 专一块 我们就用一块 不贪第二块 我们就心 深 口意 要保持 实时干净 尽量 我不是说你们 一天可以 变成完美的人 尽量做 实时都要做好 做好 想好 讲好 实时都尽量这样 这么做 然后每天打坐这样 早上半个小时 晚上睡觉以前 坐一坐半个小时 然后躺下来睡觉 这样你们 知道生活越来越不一样 脸越来越光亮 然后想什么都越来越通 做什么事越来越快 自己越来越喜爱 自己越容量别人 你们知道生活 真正的值得一个人生 这个是不跟师父学观音法门的人的 如果跟师父学观音法门的人 当然师父 教更多的事情不一样 记得吗 这样简单吗 记得修行这个方便法也要保持身口一干净 越干净越好 作为一个君子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做好的人 这样子我们生活已经舒服多了 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很轻松 很快乐 很小抱怨 很喜爱别人 很简单 接受别人 喜爱别人 就一定有效 一定有效 师父教就有效了 你们自己学别的 我不能保证 OK 我就能保证 我教的人而已 你们认为你们这里人很多 我不知道谁是谁 都知道的 OK 没关系 好 九点了 我今天要停 早一点 让你们问问题 因为昨天问题还没有问完 而且在问题当中 师父也像讲经一样 OK 好不好 多谢 昨天如果重要的问题 也可以念 我是先今天念今天的 不过比较重要一点 请问师父 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 像尼泊尔 泰国 印度 甚至中国大陆跟台湾 不是台湾 中国大陆这些国家 都很贫穷落后 而欧美的基督教国家 就很进步 是不是佛陀要给这些人民考验 还是说 不是应该保护他们吗 为什么佛教的国家 比天主教的国家落后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台湾也是 佛教的国家怎么落后呢 乱讲话 我们是世界第一名的 会有外地存 外卫存 存集 你怎么说我们世界落后 自己不懂自己的 那个国家的情况嘛 台湾很好 乱讲 有很多天主教国家 很多废族也是天主教的国家 有什么文明啊 而且一个文明的国家 不是看他那个外表 或是高楼 或是钱 或是人怎么赚衣服 不是看他那个道德的方面怎么样 懂不懂 有没有少顺父母 有没有忠俊爱国 有没有疼爱隔壁 有没有原谅别人 有没有那个道心 了解吗 不是看他那个物质的方面 就算那个什么文明不文明 落后不落后 文明是人家的精神文明啊 不是物质方面文明 那个物质方面 就是有钱可以买到 有很多有钱的人 心情很送恶 是吗 有很多贫穷的人 道心很高 释迦牟尼佛没钱啊 他是最文明的人 无聊 昨天有人说 末法时代需要最大功德的 古佛下来度众生 为什么古佛比新佛的力量要大 谁说 新的佛比较小 所以只好古佛要下来 而且就不是 不是古佛力量比较大 新的佛很小啊 叫人们修都没人修 有新的佛怎么冒出来呢 只好请那个古佛下来 听说人往生以后 八个小时以内还有神事 请问上师 那如果捐赠器官 会不会很痛苦 因为八个小时里面 还有感觉的话 是不是可以捐赠器官 不是啦 就是他的灵魂还绕来绕去 有时候他还没有死 就看看那个人死了没 才可以决定 拿他的器官送给人家 有的人八小时 有的人九小时 有的人九年 有九天还在那边 就是好像迷 昏迷而已 不是死掉啊 懂吗 所以还是要一生决定 然后就可以做了 就是有一些灵魂不跑掉 不认得自己已经是死魂了 就绕来绕去在那边 然后看人家揭开自己的身体 又感觉到很 很不满意这样子 有一种抗议的心而已 这个是不是普通的情况 普通的多数的人啊 如果有福报啊 就天使会马上拉上去了 有那个音乐来接待了 成佛或是修观音法门的人啊 一闭眼睛就走掉了 师父来接了 还有有佛菩萨来接 就不会留在那边 不会看身体怎么样 即使身体要丢给人家 也可以何况痛一点 有什么关系 就是菩萨性是这样子 那有一些人 你马上杀地狱 也不会感觉身体怎么样 在下面感觉而已 那有一些 不送不物 不好不饿啦 就流来内去 就方便了 看到自己身体 被磕 被送给别人 就跟那个人的贪心嘛 人那个占有的心放不下 所以感觉到痛苦而已 OK 在生命不死的这本书里头提到 出家修行的高僧 神父修女们要少说话 要安静下来 才能听到天父的声音 这边所知的天父的声音 跟观音法门的内在音流 是不是一样 这个看那个人啊 的意思怎么样 有没有开悟的 有的时候人家说 天父的声音啊 就是像里面的那个什么 上帝会指导什么啦 自己感觉出来这样子 而是上帝会跟他沟通这样子 不过啊 如果一个那个人是很开悟 讲这句话的话 他就持那个观音法门的 这个内在的声音 那个上帝的那个音流 那是佛菩萨的那个法音 达摩祖师为什么要讲破相论 他的破相是破什么相 一定要破相才能成佛吗 佛菩萨达摩祂是一位在师父嘛 大开悟的名师 他看到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 是太左相了 喜欢拜那个佛的相啊 喜欢送大圣的经啊 念念什么很忙碌啊 没有找到自己里面的佛性 没有找到自己的智慧 自己伟大的地方 所以他才讲这些很尖锐的话 让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 醒过来这样 叫破相 他的好意就是要让人家醒悟 知道靠印靠相 找不到如来这样 OK 经典上记载末法时代会有魔王 魔王是怎么有哪些特点 是不是教人家吃肉喝酒的就是魔王呢 我们怎么辨别谁是魔王 哪一个时代都有魔王 这个世界有两种王啊 一个是佛王 一个是魔王 一个是肯定的力量 爱力 帮助 一个是破坏 压住 帮助 那个是魔王 那不是一个人 而且一种力量 那个 他说啊 这个时代有些人叫人家吃肉喝酒 是不是就是魔王 哎呀 这不是魔王啊 是魔的部下而已 魔王 魔王他要吃更个别的东西啦 他不管吃肉喝酒而已啦 懂不懂 他就破坏很多事情啦 他阻挡我们修行啊 他吃我们的灵魂吞下去啊 那个才叫魔王 我们吃肉喝酒算什么啊 他说师傅书里面提到说 我们本来是一片光亮 因为感觉到无聊才产生震动 世界才有众生 如果努力修行成佛以后 会不会感到同样的无聊 然后又再下来 你们成佛里面有在说吧 嗯 现在也是 我讲的话那不好了啦 像你们看那个侦探的故事一样 如果我把结果讲出来 你们会骂我死哦 是吗 侦探故事懂不懂 很很那个 要是可以帮我 我考虑了 那有什么 仍然能否蹲起来